在NCC主委陈耀祥等贵宾见证启动下 凯博达宽屏Home Security AI店家防护服务正式上线 也宣告国内保全监控能力更上一层楼 凯博Home Security服务系统再升级 AI店家防护导入AI影像辨识技术 精准判断是否人为入侵 一旦侦测到异常状况 随即启动告警功能 等于是24小时的隐形保镖 全天候守护店家安全 身为国内数位汇流服务产业的领航者 凯博达宽屏不只率先推动数位转型 近年更积极推出多样化的智慧服务 包括产观学界都认为Home Security AI店家防护 是今年业界最具指标性的创新服务 数位转型这是很热门的一个名词 变成所有的有性电视业者 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凯博达宽屏在去年开始 我们就重新定位我们自己 我们不是第四台 我们是以英特线为主的科技服务公司 我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期许 就是说在所有话里面来讲的话 关于资料的保护及运用是非常重要的 这不是只有在传统的电视台里面 包括未来所有像AI的在Home Security这个部分 都是相当的重要 Home Security AI店家防护服务 随时随地提供商家掌握营运状况 即使营运安全监控 以及优于业界窃盗损失补偿等客户专属服务 凯博有信心成为所有店家为安的最佳选择 与众不同的安心保障 让智慧生活应用再升级 记者游祥婷 方思维 台北采访报导